金曲芬多金花冬金曲奖唱会 进入了尾声 24号特别邀请到台语金曲歌后 朱海君担任压轴 来到了花莲文创园区 和民众近距离分享现场 超过300位的粉丝专门到场应援 而朱海君他也展现出大方开朗个性 除了一连带来很多首经典歌曲 也分享他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心路历程 朱海君 朱海君 金曲芬多金花冬金曲奖唱会 可以进入尾声 24号特别邀请到台语金曲歌后 朱海君担任压轴 前往花莲文创园区 与民众近距离分享现场 吸引超过300位粉丝专门到场应援 朱海君再现出大方开朗的性格 除了一连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也分享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行路历程 而其中在分享与家人关系时 朱海君也回忆起在天上的爸爸 让他是一度哽咽 生病的那一段期间 刚好是我入尾金曲奖的时候 那一天我知道我入尾金曲奖了 我就马上从高雄大高铁回 高雄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跟我爸爸讲 希望他的病情不好起来 这一段一段的风声 谁谁唱你叫着我 叫过你藤为青光 这次珠海军担任我们花莲跟台东的两场压轴 昨天我们9月23号是在台东 今天我们在花莲就隆重来做这一次最压轴的一个活动 当然我们所有的活动因为我们是花莲县客家爱与协会 那我们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来主办 那花莲客家爱与协会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所有的活动里面 回归到我们自己花莲的在地的土地上 然后让这所有的市场呢能够做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在我们花莲呢更多能量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奖唱会 金曲芬多金花东金曲奖唱会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24号 陆续举办了10场邀请八位歌手轮番上阵造成广大回响 台东生活美学馆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让东部地区的民众有机会接触更多不一样的音乐 进而带动音乐相关领域发展 记者许立琴 华联市报导